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在視頻上面見面了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中共間諜王志強叛逃澳洲事件 這個事件現在有一些後續的故事了 今天早上我一起床就看見了台灣的消息 說是台灣內政部門在桃園機場截留了、攔截了兩個人 一個叫做向欣,一個叫做拱欽 這兩個人是什麼人呢? 這就是前兩天王志強所揭露的他過去的老闆 中共在香港的間諜機構的頭目 他們兩個人表面上是香港的富商 兩個人都是上市公司的主席,是夫妻兩個 但是王志強說他們實際身份是中共間諜網的頭目 而且他們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用他們的間諜網來操控 來破壞台灣的這一次大選,總統選舉和立法會的選舉 所以說這一次台灣內政部門動手就是根據王志強、王立強所提供的這個消息 這個故事就說明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王立強他所提供的這些信息 提供給澳洲政府的這些信息還是真的有用的 所以說才引起了台灣的內政部門,也就是反間諜機構的這麼高度的關注 立即採取了行動 第二個問題就說明了台灣和澳洲之間是有情報上面的互換 情報上面的合作的 甚至是可以說明了台灣現在已經加入了五眼聯盟 那五眼聯盟就是五個國家,這五個國家就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都是說英語的國家,他們的這個文化背景也相同、制度也相同 所以說他們之間有高度的互信,所以叫做五眼聯盟 五隻眼睛看著全世界,但是在很久之前 實際上五眼聯盟已經變成了六眼聯盟 在很久之前是李瑟烈已經加入了這個聯盟了 跟他們共享情報了 只是沒有公開的對外宣布而已 實際的運作早就開始了 那現在是不是台灣也已經加入了這個聯盟 五眼聯盟是不是變成了七眼聯盟了呢?極有可能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台灣它在地緣戰略位置上面極其重要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第一島鏈,這是西方民主國家 遏制中共侵略擴張的這個一道防線 最重要的一道防線,大家都把中共叫做大紅龍 這個第一島鏈就是把大紅龍困住鎖住的一條大鐵鏈 而台灣正好就在這個鐵鏈的正中央,在這個島鏈的正中央 所以說它是反共的防止中共侵略擴張的最前沿的陣地 而台灣現在跟中共在體量上面差距相當大 無論是人員還是金錢上面 它都沒有辦法獨自跟中共進行抗衡 所以它一定需要外界的幫助,在情報上面也是如此 所以五眼聯盟對台灣提供幫助,五眼聯盟甚至把台灣 它納入這個聯盟,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太好了 那台灣的國防力量,台灣的反間諜力量 台灣的情報力量就會大為提升 對於台灣的守護民主自由是非常非常的有好處 王立強事件爆發之後感覺到緊張的 不僅僅是中共的在海外的間諜 還有一批人也感到非常的緊張 哪一批人呢?就是在台灣的已經被中共收買的 被中共掌控的這些投共人士,台奸 他們也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王立強事件出現了之後 台灣馬上就有一個人跳出來為中共洗地 他說王立強不是中共的間諜,有十大疑點 這是他昨天在接受台灣媒體採訪的時候說的 這個人名字叫翁眼慶,好像是台灣軍情局的 原副局長、前副局長,是一個中將 但是今天他就改口了,說只有七大疑點 他說的這七大疑點我就不去反駁了 台灣已經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反駁他了 台灣政府已經用實際行動在反駁他了 已經抓了向欣和拱欣這兩個人 我現在想提醒台灣朋友注意翁眼慶的一點細節 他以前是搞情報的,當到情報局的副局長、中將 那當然是心思很細密的,但是心思再細密 從他的這個語言當中無意識的也會流露出來一些細節 暴露他的心態,暴露他的價值取向 他在接受台視採訪的時候就說到習近平 他是怎麼稱呼習近平的呢?他說對岸的習主席習近平 一般的台灣的媒體人,台灣政界的人 台灣對共產黨比較敵視的人 他們絕對不是說不會說習主席這三個字的 他們一定是直呼其名稱其為習近平 習主席這三個字,這就表明了他內心已經向中共臣服 已經奉習近平為他們的主人,已經達到了這個程度 也就是說明這個翁眼慶和吳思懷是一類的角色 大家等著看今後還有好戲,這個人他不會停止表演 這個向心、龔青這夫婦今後兩個人被台灣的 這個反間諜部門不斷的詢問之後 肯定會透露出來一些信息 肯定會透露出來一些信息 今後台灣一定有更多的共諜 台灣一定有更多的台奸 從這個案子當中被挖掘出來 大家等著看好戲 那有一些朋友對王立強這個叛逃爆料事件 是有點懷疑的,他們認為王立強就是一個吹牛大王 因為他這麼年輕,又沒有受過專業的特工的訓練 怎麼可能成為中共的高級間諜呢? 怎麼可能指揮這麼大型的這種間諜活動呢? 認為他是為了騙取政治庇護而在搞假爆料 對他提供的這些情況,他們都有所懷疑 那現在結果出來了,不用再懷疑了 現在美國CIA的高級情報分析員馬蒂斯 也就是前國防部長馬蒂斯的一個親戚,侄子 他出來公開的證實說 王立強的爆料是有價值的,是真實的 還有澳洲的政府已經給王立強提供了政治庇護 而且為他提供了特殊的保護 那麼最有利的就是台灣政府根據他所提供的情況 已經開始採取行動了,這還不是真實的嗎? 這還需要再進行懷疑嗎?當然了,過去有一些朋友 對王立強的這個身份和他的這個爆料的真實性 有所懷疑並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確實王立強叛逃事件有一些非同尋常的地方 和普通的這些間諜叛逃不一樣 王立強非常高調,普通的間諜叛逃到一個國家之後 他們總是比較低調的把情報給那些國家的 這個反間諜機構之後,他們換得的就是自己低調做人 從此與世隔絕,隱姓埋名 而這個王立強不一樣,叛逃了七個月之後 突然公開的高調的在媒體上亮相了 而且在媒體上公開的指證說某某某是間諜 某些機構是間諜機構,他幹了一些什麼事情 這種做法確實是不同一般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做法呢? 我個人的一個觀點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個做法並不是王立強自己想做的 而是他沒有辦法澳洲政府、澳洲反間諜機構 五眼聯盟的反間諜機構要求他這麼做 他現在是受到澳洲保護的 如果澳洲政府要求他這麼做,他就必須得這麼做 而澳洲政府、五眼聯盟為什麼要讓他這麼做呢? 有一個重大的理由就是要通過他現身說法 來向中共在海外的很多很多一大批的間諜人員 向他們喊話讓他們趕快投誠 否則的話他們會受到兩面夾擊 他們性命不保,他們處在巨大的危險之中 中共的這個間諜機構是非常非常龐大的 因為他既要對內實行監控鎮壓 又要對外進行侵略擴張 而且對內執行監控鎮壓 他不僅僅要監控14億老百姓 還要監控他們龐大的專制官僚集團 所以這個任務是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僱傭的人員也是非常的多 隊伍非常的龐大 他們有國安部,還有過去的總倉二部 還有總政對外聯絡部,還有統戰部 還有這個什麼佛教協會 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學術交流機構 工商聯系統非常非常的龐雜,耳目眾多 他們需要這麼多的耳目才能監控這麼多的人 監控這麼多的機構才能對外進行這麼大規模的滲透 中共體制內真正的掌握實權的人 他一定要做到,首先要做到 必須得掌握這個情報系統 掌握了情報系統他才有耳目 有了耳目才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 如果你是蝦子,是籠子,你怎麼能夠統治其他的人呢? 所以這個對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共過去的這個間諜系統都是由各大家族 由中共的那些元老,由中共的不同的派系 他們分別掌握的相互之間配合的不是很好 但是他們也可以互相制衡 但是當習近平成為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之後 情況就改觀了,習近平他想大權獨攬 那首先他就要把所有的情報機構 全部抓到自己的手中 而這些情報機構有一些並不聽他的 有一些是他的政治上的對頭 比如說這個國安部 當時就是由令計劃馬健這批人控制的 比如說總參二部 這是由郭伯雄、黃豐輝這批人控制的 還有總政對外聯絡部頂頭上司 就是徐才厚,徐才厚在那個地方 在總政經營了十幾二十年 所以根基深厚 那麼習近平要想控制這些間諜機構 就必須得對這些人,對這些政敵進行清洗 清洗了他們,把他們抓了之後 他就想把這些機構收歸到自己的手下 但是中國間諜機構他有一個特徵 很多很多的人他只是單線聯繫的 他只知道自己的一個上級 當這個上級他自己被清洗了 或者是上級的上級被清洗了 那麼整個的這一條線 整個的這一套體系他就癱瘓了 癱瘓之後就造成了很多間諜 他沒有了組織,一下子成了斷線的風箏 成了上家之犬,成了孤魂野鬼 尤其是在海外的那一批 一旦成了孤魂野鬼之後 他的資金來源也斷了,生計也斷了 而且他面臨的危險也繼續增加了 一方面他面臨著他過去做那些事情 引發到其他的國家的反間諜機構的關注 隨時都有可能抓他 他又失去了很多的保護 失去了很多的側印,自己更危險了 還有另外一種更大的危險 就是來自於內部的,來自於中共的這種清洗 他的清洗是自上而下的,是徹底的 如果他不相信某一個高層的情報頭子 那麼他手下的所有的人 基本上也就不能夠再相信了 那麼整個的整個體系就要被清洗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殘酷的 所以習近平他上台之後 對於整個情報系統進行的這種整肅清洗 那麼造成了在海外有上萬人 上萬人的,將近一萬人的間諜體系 他們一下子癱瘓了,一下子解散了 很多的人一下子變成了失業者 一下子變得非常的彷徨無助 那還有一些人比如像王志強這樣的人 他們雖然和中共的這個間諜組織 還沒有完全脫離關係 但是因為他們過去的組織,過去的老上級 老領導是不被現在的執政者所信任的 他們也不被信任 那麼這批人往往被派過去執行了一些特別危險的任務 特別容易被犧牲掉的這樣的一些任務 所以這些人他們的處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現在王志強因為意識到了這種危險 因為感覺到了非常難以控制的恐懼 所以叛逃到澳洲了,在那兒滯留不歸 向澳洲的情報機構投誠了 那這個時候澳洲的反間諜機構就用它出來現身說法 向中共的那一批散落在海外的 向中共的那一批現在正處在兩難境地 現在正感覺到自己無比恐懼的那一批間諜 向他們喊話,喊話的內容就是你們看看我 現在我現在得到了完全的保護,我現在妻子兒女都得到了保護 那就不要以為王志強是一個什麼非常厲害的角色 不是的,他在這個間諜機構裡面只是一個小角色 但是既然這樣的小角色都能夠得到這麼完善的完全的保護 那麼那些大間諜那些更重要的間諜網裡面的 那些主幹人員那些主要的特務 那麼他們不就是會受到鼓勵 那我們要是去投降了,我們不是得到更好的待遇了嗎? 大家要知道,中共的這些間諜他們有個特點 他們在執行任務的過程當中 他們一定都會把自己執行任務的這些細節要做一些備份 因為他們也知道自己隨時都有可能被整肅掉 被清洗掉,也有可能被抓 那麼他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留一條求生的後路 那麼這些人他留下的這些備份的這些材料 當他們一旦轉向了,一旦叛逃了,一旦改變了自己的立場 那麼這些材料就會是他們求生的法寶,就是他們的護身符 現在澳洲政府還有五眼聯盟的其他國家的政府 就是在通過王立強向這批人傳達這樣的一個信息 帶著你們的材料過來,我們會給你們提供保護 那王立強之所以這次這麼高調的在媒體上面 曝光他的個人的間諜的經歷 而且高調的指控他過去的老闆指控中共的一些間諜機構 並不是他個人有意為之,而是迫不得已被澳洲政府驅使著 一定要這麼做,然後只有這麼做才能夠得到庇護 才能夠得到保護,這是澳洲政府的主義 這是五眼聯盟,其他國家的主義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就是要讓王立強來現身說法 讓他來向所有的中共的間諜喊話 尤其是向中共那些已經斷了線的間諜要向他們喊話 告訴他們現在你們很危險了,趕快帶著材料來投誠 帶著證據來投誠 這是在收編中共在海外的間諜網 這是在全力以赴的打擊中共在海外的間諜網 這是在弄瞎中共的眼睛,弄聾中共的耳朵 這是一場大戰開始的前兆 在兩軍對戰之前一定要先進行情報戰 一定要把對方的耳目把它打掉 那現在已經開始了 現在是自由陣營和集權陣營 在雙方之間要展開一場決戰 這是一場新冷戰 這一場決戰將會決定今後整個人類社會的秩序 如果是讓中共勝了那還得了 那麼自由世界就不再是自由世界了 自由世界今後會受到巨大的威脅 如果是中共敗了,如果是中共崩潰了 那麼整個人類將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所以這是一場大戰 這一場大戰之前間諜戰 這種情報戰現在已經開始了 當然了現在開始的不僅僅是情報戰 在香港已經進入了這個顏色革命的階段 在台灣現在是選戰 這也是大戰前夕的一個小戰 那麼還有就是貿易戰 這是在掏空中共的經濟 那麼現在情報戰開始了 當所有的這一些戰場都同時爆發了戰爭之後 那麼下一個戰爭,下一個戰場 那就是顏色革命的戰場 那個戰場在哪裡呢?那就是在中國國內 那就是在中國各個城市的大街小巷 那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 所以我們中國的民主同道 我們中國的維權陣營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一定要堅定信心加緊準備 準備什麼?準備顏色革命,時機很快就到 好,今天呢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再見